都说开卷有异 可相比于实用类的书籍 阅读小说到底有什么意义 或者换种问法 究竟该如何阅读小说才能有所收获 在我上学的时候 管你是鲁勋 魔言 王小波 还是弗洛拜 福尔纳 巴尔扎克 只要不在课本上 就都统一归类为 娴熟 被发现就只有没收一个命运 不得不说 这是我们语文教育中最令人困惑的部分了 一方面 老师要求孩子们拥有对文字的感知力 能够发现作者文字背后所隐匿的思想 而另一方面 老师出题人又打心而理觉得 小孩子能懂些什么呢 与其让他们花大量的时间阅读小说 去尝试追寻一些捉摸不定 难以寻觅踪迹 连作者本人可能都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 不如就被我写好的答案就好了 而这样做的恶果就是 我们的教育培养出了两类读者 极端天真的读者和极端感伤的读者 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奥尔汉帕姆克 在他的天真的和感伤的小说家中 提出写作和阅读的美妙体验 受到这两类读者的破坏和忽视 绝对天真的读者 他们总是把文本当作自传 或乔装的生活体验编年史来看 无论你曾多少次的提醒他们 所阅读的是一部小说 绝对感伤反思性的读者 他们认为一切的文本都是构造和虚构 无论你曾多少次提醒他们所阅读的 是你最坦诚的文字 前者也许是小时候受到了语文阅读理解的过度折磨 强烈的反对一切追索作者思想的行为 在他们看来 如果作者写了一棵树 那就只能是棵树 任何的解读都是过度解读 而后者则是完全相反 声称小说不过是文字游戏 你所有的感受都来自于作者 用文字技巧对你进行的刻意引导 这就像你去看一部电影 正在为里面的情节感动的痛哭流涕 旁边忽然走过来个人说 哭啥哭 那喷的都是番茄酱 又不是真死了 这两类人都无法从阅读小说中体会 哪怕一丁点的乐趣 如果在现实生活中 你有遇到过这样的朋友 或者你自己本身就是其中一员 可以把真实打在公屏上 阅读小说时 一方面我们需要天真的认为 小说是真实的 我们会为书中的角色投入真情实感 但另一方面 我们要保持感伤 反思自己这种想法 纯属虚妄 这个世界上没有魔法 没有霍格沃茨 没有奥特曼 小说或艺术本身就依赖于人类这种 可以同时相信两种矛盾状态的能力 需要你在两种心态之间不断地徘徊 小说艺术难以穷建的力量和活力 正源于这一独特的逻辑冲突 这也正是天真的和感伤的小说家 这个书名的含义 帕默克认为 小说叙述了一个故事 但是小说不仅仅是故事 从许多物品 描述 声响 交谈 幻想 回忆 思想 事件 场景和时刻之中 故事才慢慢地浮现出来 要从小说中获得乐趣或者收获 就要善于离开词语 将这些事物转化为意识中的意象 也就是很多人说的过渡解读 作者写完一部作品 并不意味着作品的完成 只有当读者鼓动想象力 把词语表达的意思 化为想象中的图画 不断地追寻 叙述者到底想表达什么 故事才算彻底地完成 我经常拿老人于海和大家举例子 如果你仅仅看表面的剧情 他讲的就是一个老渔夫 特别倒霉 一直钓不到鱼 好不容易钓到一条大鱼 结果回来的路上 还被鲨鱼吃了的悲惨故事 简单的不能再简单了 可当一个生活正在经历 波折身心疲惫的读者翻开书 将自己的情感投射其上的时候 鲨鱼就不再仅仅是鲨鱼 而是变为了他当下正在历尽的苦痛 大鱼就不再是大鱼 而是变为了 正在让他的内心饱受煎熬 求知而不得的那份欲望 悲观者翻开书 看到的是老人与命运抗争必败的结局 人生的最后孤独气冷 乐观者翻开书 看到是人类不肯屈服于命运 只能被毁灭 无法被击败的信念 一部比例得当细节丰富的小说 我们绝不会在任何确定的意义上 发现一个中心 但是我们从来没有放弃找到它的希望 正因为小说不像电影电视一样 直观地将表达的物体呈现在你眼前 极度的依赖于我们对普通生活的体验记忆 以及有时候会被我们忽视的感觉印象的记忆 所以它能够给予每个人此时此刻独一无二 无法被取代的体验 正如海明威的朋友所说 老人就是老人 鲨鱼就是鲨鱼 它们不象征着什么 但任何一部伟大的作品 又无处不洋溢着象征 帕姆克说 通过阅读小说 我在年轻的时候 学会了认真的对待生活 我原本是不太相信这套说辞的 觉得有点过于夸大小说的作用了 看个书咋还能扯上热爱生活呢 让我认识了一位朋友 我们暂且称他为冷水哥 顾名思义 他是个爱给人泼冷水的人 大家可以想象你身边有没有这样的朋友 他看到你买了一样新东西 一定会凑过来问价格 不管你说多少 他都要说你买贵了 被割韭菜了 这些牌子都是骗人的 你做了一项工作 他就一定要劝你 别努力了 差不多得了 有时间多些些不好吗 你这干的实际上没啥价值 全是领导为了让你996 给你试下的陷阱等等 你跟他说你去了哪哪玩 他就要说 哎呀 都是些人造景观 或者山水 都长得差不多嘛 人那么多去挤啥 花那冤枉钱干啥 有时候我也在想 冷水哥的出发点 也许是真的为我好 可为什么 他为别人好的方式 就是靠贬低别人 或者别人正在做事的价值呢 是否是因为他 欠缺了我们说的 在天真的和感伤的两种心态间 自由转化的能力呢 冷水哥这样的人生观 很像鱼华活着中的福贵 为了活着而活着 为了吃饭而吃饭 为了结婚而结婚 凡事只关注表面 无法为行为赋予价值 其实仔细想想我们就能意识到 从来没有人对艺术的感知是天生的 一个小孩生下来 你给他听贝多芬 他可能会跟着摇头晃脑 但是绝不可能说出这首曲子背后的意义 艺术一定是从模仿别人 和把我们自己想象成他人开始的 小说 绘画 音乐 电影 所以我们称之为艺术 本不存在于自然界 人为创造价值的东西 都是先模仿 才能创造 都是建立在前人基础上的在权势 所以为啥艺术家拿笔点个点 叫艺术品 我们点个点 一文不值 因为我们和那个摇头晃脑的小孩一样 只能凭借最基本的感官去得出结论 欠缺对前人搭建起来的整个体系 架构 价值的全部理解 相比于其他的艺术形式 读小说的门槛要低很多 但它依旧能帮助你超越自我的限制 将一切人和一切物 感知为一个伟大的整体 设想尽可能多的人生 观尽可能多的事物 在将自己不断地带入主角 不断地用不同的态度和道德准则 去理解人物时 我们会意识到 世界以及我们的心灵 拥有不止一个中心 增加自我生命的厚度 大家可以试想一下 当我们在阅读小说的时候 我们究竟是在依靠什么进行阅读呢 是文字 还是图画 还是二者 坚而有之呢 实际上小说的本质是图画性的文学虚构 主要依赖的就是我们在心中观看事物 并将词语转化为内心图画的能力 当我们阅读安娜卡里尼娜的时候 在你心中 会自动地将女主带入你所见过的最美的 外国女人的形象 当我们阅读三体之时 会依靠着作者的描述 把心中的水滴三体的样貌 一点点地画出来 可以说 用词语绘画就是小说家的工作 但是并不是所有的作家都是写实流派 帕姆克在书中用中国的山水画做了类比 好的小说家创作的方式 类似于中国古代的画家 登上山顶 捕捉广袤山川的诗意 但你细看中国山水画 那个从高处一眼望去包揽一切的视角 完全是虚构的 在现实中是不存在的 没有哪位画家会浮在空中创作 同样的小说的创作活动也是包含着一个虚拟的制高点 在那里我们可以清晰的感知小说的中心 举个例子 当我们阅读巴尔扎克的时候 你会发现书中描写的物品和房间内饰 并不仅仅是为了告诉你主角现在在哪 实际上它是推测小说主人公的社会地位和心理结构的方式 同样的物品在普鲁斯特那里就变为了一种激发过去回忆的刺激物 在萨特那里是一种生存恶心感的症状 在乔治·佩雷克那里 物品是乏味的商品 只有将之置于所属的品牌和产品的系列之中 我们才能看到他们的诗意 所有的这些观点在一定的语境中都足以让人信服 而如果我们的眼睛只是盯着 书里说桌子上摆了个啥 那我们将从小说中一无所获 在整个小说的阅读过程中 有些时候一些崎岖的冒险 一些直接有助于现实生活的经验 暴力 美 新奇和难料的情节 都让我们记不起小说还存在着一个中心思想 但无论我们如何受到景观中 树林 建筑和江河的吸引 或者无论我们如何迷恋每棵树 或每一座悬崖的神奇 奇特和美 我们仍不能忘记这片景观之中 深藏着某种更为神秘的东西 一个关于生活的深层观点或洞见 它比其中包含的所有的单个数目和物品的总和 更加深刻 更加有意义 这也是文学鄙视链的由来 大部分的时候 当我们阅读通俗文学 侦探小说 网络小说 奇幻小说时 我们都不会像阅读鲁迅 阅读托斯托耶夫斯蒂的作品时 那样不停地逼迫自己 在内心追问 什么是真实的主题 哪里是中心 作者到底想表达什么 这种追问本身就是阅读的价值所在 从日常的昏尘里唤醒心灵的注意力 激发一种类似超自然的情感 给予你平凡生活 无法给予你的宏大体验 天真的和感伤的小说家这本书 是奥尔汉帕姆克09年 应邀在哈佛大学开设的六场文学讲座 整理而成的演说集 如果说给他概括一个中心思想的话 就是在谈论艺术之前 我们必须尝试创造一件艺术品 研究小说 从小说中有所收获的最好方法 就是阅读伟大的小说 并且立志写出同样的作品 在书中 这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 谈论了他对小说人物 情节 事件 措辞 忠心等 各个部分如何构建 最真诚的见解 有志向 创作小说 或者想提升文学鉴赏能力的跑 绝对能从中有所收获了 今天视频的内容就这么多 还是那句话 我的视频仅做抛砖引玉 如果你有兴趣 还是自己把书找挨读了 我是居然 还是那句话 我会每周在这里 与你分享我的这个世界 所知所想 如果喜欢的视频 请我欢迎点击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了 拜拜